哈喽姐妹们 好消息好消息 脸组终于卷起来了 韩国的恋爱综艺也发大招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肌肉帅哥 和身材火辣的各类美女 五男四女一起荒岛求生 不配对就逃不出去 怎么样是不是超刺激 节目中有两个岛 一个是生存条件艰苦 啥事都要自己亲自动手的地狱岛 在岛上大家互相不能透露职业和信息 需要靠原始的魅力吸引对象 成功配对之后 才能坐着直升机到达天堂岛生活一天 等待他们的将是豪华总统套房 和应有尽有的各种福利 不得不承认 网费的综艺就是大手笔 一群年轻男女被关在岛上 没网没手机 能干的事情 那就只有谈恋爱 因为妹子不过分 他们还得勾心斗角玩心技 然后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各位嘉宾 首先是男一 九窝男 他说自己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屁股 好家伙 这胸 这腰 这腹肌 我眼睛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脸长得这么清秀 身材竟然这么好 我脑子里只剩四个字 金刚八笔 然后是男二 嘉宾男 他穿着一身冰号服就走了出来 说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做饭扫地洗衣 他也喜欢运动 感情上喜欢打直球 有喜欢的人就一定要和他在一起 两个男人走在沙发上尴尬对望 这时 白又瘦 腿又直的清纯妹 闪亮登场 这微卷的长发 这碎花的小裙 这雪白的皮肤 我明白了 这就是每个男人的初恋理想型 别看他柔柔弱弱 其实也很喜欢高运动 他一上场就引起了两位男生的注意 当天天气热得要命 嘉宾男为了示好 还给人递了个抱枕 成功让清纯妹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是五短身材 鸽子最矮的黑皮男 他的身材比例在前两位的衬托下 选择更为虐心 不过他有一个很拉好感的技能 会做饭 然后上场的是肤色一看就很健康的豪爽姐 他喜欢的运动是 拳击游泳高二丰 网球篮球田径 还有巴西柔术柔道举重瑜伽普拉提 我的个妈 我像是在报菜名 真不是我说 你们这节目组是在健身房门口抓的人吧 怎么个个都是运动达人 是怕他们身体没点底子 在岛上活不下去吗 这位小奶狗在大夏天穿长袖衬衫加毛衣 我都佩服他不怕中熟的勇气 毫不意外的 他也喜欢运动 来这里竟然想找到自己的命中注定 咱就是说 来练宫里找真爱 多少是有点异想天开了 毕竟这种节目里 最大的看点就是 勾心斗角和虎相四壁 小奶狗一上来 就挤在了酒窝拿和青春妹的中间 青春妹只能用笑语也是尴尬 咱就是说 他多少有点不会堵取空气 随后这位小辣椒 让在场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叹 因为他一身红裙 身材超无权 哇 这个拖衣镜头 真的是我不付费可以看到的吗 姐姐好了 我可以 接下来这位小富婆一上场就亮瞎了我的眼 BGM都变了 镜头改为慢放 他一身名牌亮相 其他人七七起立 这是什么爽闻大女主的待遇 小富婆说 自己可爱又性感 喜欢长得高的帅哥 这样就能被他拥抱进怀里 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就一定会得到 无论对上哪个女人 他都有应过对方的自信 哦哟 口气不小嘛 这才是来参加脸动的态度 我们的口号就是高事高事高事 这位大哥像是黑社会老大走错了片场 还插个金链子就能直接入住TVB 他说自己有完美主意 恨不得精密测量每一个胡须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只感觉到了油腻 目前为止 九位嘉宾全部到齐 节目组开始宣布规则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岛上一切自立 不能透露自己的年龄和职业 只能靠着荷尔蒙求偶 不凑成情侣就出不去 好家伙 这是上赶着逼人大VP啊 要是一群人里全都没有顺眼的 为了逃离这个岛上 岂不是还得跟人逢场作戏 没错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小富婆 就一个都没有看上 那咋办呢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那就演呗 吊男人他可是专业的 首先他们按照座位 三人一组拿到了地图 咱就是说 那个打水的地方 离他们住的地方 隔十万八千里 喝个水搞得像西天取经 大家冒着35度的大太阳 走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水源 好双姐嘴里说着 这水来之不易 然后随手就接了一棚 撒在了地上 啊 您就是这么节约用水的 看完整体环境之后 大家开始聊天 女生们上一秒 还在聊厕所里的虫子好多 下一秒就跳到了男人的话题 而男生这边 获得一致好评的 果然是走林家女孩路线的青春妹 而青春妹则 看上了一直陪自己 逛小岛的小奶狗 这爽剪头 我已经爱耐不住 自己埋骨的手了 这一对弟弟妹妹CP 我掀刻为敬 而好双姐和大哥大两个人 就完全是成年人的相互吸引 他们光是坐在一起 就像是有那个巨大的X张力 一群人搞团建 最少不了的项目是什么 没错 就是一起做饭 在这种分工合作里 总是能看出很多细节 家务男最做饭果然很在行 很快就安排好了 这些食材的处理方式 而且她看见豪爽姐穿的白色衣服 还把自己的围裙脱下来 帮她戴上 旁边一群女生围着一碗酱 半天半步云 她走过去 刷刷刷立马解决问题 青春妹醒完 还在磨磨蹭蹭浪费水 她直接把碗接了过来 哇 你做家务的样子 真好靓仔 小富婆主动提出 要帮忙去洗米 当她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酒窝男就站在旁边 默默地注视她 眼睛就没有挪开过 完了完了姐妹们 我又要搁起来了 小奶狗去弄饭锅的时候 不小心被烫到了手 小富婆也是第一时间 冲上去关心 然后她又跟着大哥大 和酒窝哥过去打水 说自己的理想性 是年纪比他大的 大家从白天忙到天黑 总算是吃上了饭 小奶狗贴心的给大家倒水 手上还带着被烫伤后贴的羔羊 到了晚上就要进行好感动选择 每个人都要写明信片 给自己的心动对象 大哥大因为一直没啥参与感 细提零票 只能独自消化悲伤 小奶狗收到了青春妹的卡片 满意一项 黑皮男和家务男也都各自有一票 上面都写的是打招呼的话 或是见面感言 唯有酒窝男收到的卡片里 只有两个字 欧巴 是的 没有错 这就是小富婆写的 别忘了他们一起挑水时说的话 这位姐实在是太会了 大哥大和家务男都偷给了豪爽姐 而其他三个男人 全部都把票偷给了小富婆 我属实是没有想到 原本好感动最高的青春妹 竟然一票都没有 果然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男人们都对他若即若离的神秘感 产生了后期 相比起在男人之间 游刃有余的小富婆 青春妹的段位就低太多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开始做同一件事 健身 我的妈呀 花风突然怪了起来 你们到底是来录练踪的 还是参加奥运会呀 大家搞完健身都在吃早饭 然而小富婆还是不见人影 小奶狗跑回账目去找也没看见人 而没去健身的两位家里 小富婆和青春妹竟然还在精心打扮 真是荒岛求生也不忘精致 当这两位闪闪发光赶来的时候 好双鞋和小辣椒才感觉到自己被卷到了 这个小奶狗的心情我真是搞不明白 嘴上说着喜欢青春妹 但是又把票图给了小富婆 说自己会被她的气质吸引 现在又开始和青春妹有说有笑 他俩聊上了 家务男在一旁打着伞哥哥不入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他却不能有姓名 只能坐在旁边脚趾扣地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个 我根本看不懂的抢旗的游戏 我怀疑节目都只是想找个喝里的油头 让这群男人展示一下肌肉 不过这衣服一脱平底先去穿 黑皮哥的身高实在是太虐了 我原本以为大哥大胸前是一片纹身 镜头拉近才发现 那是一坨胸毛 Oh my god 我的眼睛 一声哨响 男人们开始狂奔 这画面 属实是一言难计 略过中间漫长又无聊的雄情环节 总之 就是家务男获得了第一名 他可以选择两个妹子同时约会 好家伙 这个节目真是畜生透露着狗事的气息 家务男选了小富婆和清水妹 然而他昨天把明星片偷给了豪爽姐 呵 男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多现场操作嘛 这三个人做一桌尬粮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最后演变成了家务男和清水妹 有来有回 小富婆在一旁默默开心喝咖啡 果然 韩国人的血液里流的都是冰美式 先不管这俩人聊的如何 小富婆反正是吃饱喝足了 家务男的操操作给我整得一愣一愣的 现在竟然还主动坦白 自己昨天的明星片没有写给面前这两位美女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 现在的我喜欢的就是你啊 清水妹 唉 这到底是什么下头发言 真的会有女生听了之后觉得心动吗 救命 等三个人回了小物 大家提议拍个合照 家务男那个手就直接朝着清水妹的肩膀搭上去了 阿正 阿正 您不知道什么叫社交距离吗兄弟 你之前做饭占的那点好感都快掰光了喂 另一边大哥大一直都对豪爽姐非常专一 无论多什么都紧爱在她身边 此时提出想和她单独聊聊 过程非常的甜 这对CP反正在我这儿算是锁死了 到了下午五点 终于到了第一次CP配对环节 大家要开始投篇护选 准备去天山岛过夜 最精彩的护选环节要来了 姐妹们我都激动的破手手了 九五男坚定地选择了小富婆 而小富婆也如烟登场 两个人配对成功 好耶 但是黑皮男出来的时候 明显还没搞清楚状况 站在沙滩中间对镜头宣布 笑死谁了 笑死我了 你要选的人早就和系统男手手拉手上飞机了呀 兄弟你来晚啦 小奶狗出来时 大家都猜他会选小富婆 毕竟他的明信片也是给了小富婆 谁知道他竟然又来了神龙白尾 回头选了青春妹 无语啦 姐妹们 这明显是担心选小富婆抢不过别人 就选了个安全点的备选啊 而今天刚和青春妹约过会的家务男 也选了他 那么问题来了 青春妹自己心里更偏下谁呢 啊 青春妹最后还是坚持选了 自己做明信片的小奶狗 大姐头毫无疑问的选择了豪双姐 啊 这俩人真的好贴 大哥他还主动帮他提箱子 姐妹们 我又磕到了 操队的小情侣们坐着豪华直升机 向地狱岛说再见 被留在岛上的三个人瞬间成宁木镜 哎 这哥谁 谁不羡慕呀 到了总统套房 我还是忍不住感叹一句 金木组真的好有钱 每个人姐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发出惊呼 然后他们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刚认识了一天就要开房一起睡了吗 这进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喂 哦不不 好在他们还在里头认真逛了逛 发现还有其他特务小房间 九皇男主动提出和小富婆两个人分房睡 这个分寸还是拿捏的比较稳的 大哥大和豪双姐那边 简直就像是结婚夫妇出来蜜月旅行 连开个门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到了饭点 小情侣们开始点菜 什么松露蘑菇汤奶油海鲜意大利面 还有各种牛排 一个比一个高级一个比一个洋气 然而岛上的三个人却只能相依为命 围在一起吃泡菜 这对比也太惨烈了吧 幸亏留了两个会做饭的男人 不然他们都只能肯瘦皮了 这三个人坐在一起自欺欺人 各自总结落选的原因 没去过天堂岛就不知道那边的行 他们还能骗骗自己 现在就挺不错 花花西餐端傻 小情侣们也开始吃饭 小富婆透露了自己以前学舞蹈 现在是美妆博主 而九窝男是解释教练兼模特 比女方大三岁 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完全能看出 是九窝男先动心 一直在说歌不停 而小富婆似乎还是兴致缺缺 明显处于主导地位 好家伙 姐姐只是在矮子里拔高个嘛 九窝男的耳朵都红了 一把子被拿捏住了 大哥大和豪爽姐一起游泳 一起披育袍 一起吃晚餐 完全就是两个字 半配 大哥大看上去很老成 其实只有三十岁 而豪爽姐竟然已经三十四岁了 Oh my god 这队竟然是碾下的姐弟 更好客了怎么办 大哥大说 自己是开西装店的 主要负责品牌经营 等等 他们店里这个朝发的男店员 我好馋啊 为什么不请他来当假宾 对不起 花车远了 大哥大在吃饭时深情表示 这是什么非你不可的表白啊 但是我只希望大哥大之后不要打脸 毕竟这个节目 一开始就把搞事这两个字 刻进了DNA 黑皮拿完其他两个人 你们还有其他喜欢的人吗 家伙男说没有 他说自己跑步赢了之后 就只想选青春妹 之所以会选小富婆 是因为感觉 他们俩是好姐妹 这样青春妹能够惩开心扯 扯 接着扯 你要真的对青春妹那么专情 怎么把明星片写给了小富婆 明显就是两面都想要 两面都没捞着呀 而青春妹不管是明星片 还是CP搭档都选了小奶狗 但是小奶狗竟然对他爱大不理 态度也比较冷淡 明显就是拿女方当被选来吃饭的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小奶狗竟然已经三十岁了 天哪 他竟然和大哥大一样大 我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他俩看起来像是差了个倍儿啊 青春妹其实是个多伦多大学的理科学霸 现在二十五岁 因为爷爷得了阿兹海默 所以学的是神经科学 哇 看来青春妹也不简单啊 不能把他当普通闪外田看了 展颜又到了新的一天 又到了我们熟悉的健身环节 这次只有黑皮革一个人独自努力 看上去竟然还有一丝心酸 小辣椒出来散步 两个人坐在椅子上聊天 你俩聊就聊 黑皮革休息你穿件衣服吧 这画面真的好怪啊 怎么会这么奇怪 就像那些每次去镇射房 都必发八百张自拍的游泥男 无时无刻都想全方位展示 自己的个人魅力 然后太阳就出来了 他们三个人竟然在海菜上 善日光月 Oh my god 这真的是我不花钱 可以看的内容吗 导演 你真的很懂 这镜头拍的都是什么 不可描述的地方啊 就在这三个人 快乐玩水的时候 其他人终于回来了 大家开始聊起了 昨天的约会 每个人都是一副 我知道了很多 意料之外的东西 但我不能说的鬼样子 青春妹果然还是感受到了 小奶狗对自己的冷淡 觉得她和第一印象不一样 而小富婆觉得 自己和九窝男性格很相似 但是九窝男回去之后 是怎么说的呢 她竟然说自己有点失望 所以这就是对女方不满意 还顾及了对方面子的意思呗 踩一捧一还有吹一把自己 这是干啥 其实这些还都是开胃前菜 真正精彩的还在后面 因为节目组现在才宣布 新一流的CP配队又要来了 而且这次不可以重复选择 好家伙 这就是明摆着拆CP搞乱顿啊 看看这些男生 一个个笑的那个开心 心里指不定怎么偷着了呢 这时 节目组通知大家集合 一看就知道要比赛了 小富哥已经被上场比赛整伤了 这次坚决不肯比 但是他没想到 这次不是雄镜 而是女生组的PK 虽然还是无聊的抢旗子 但是美女们的身材和穿搭 也太好看了 小富婆就连泳衣都是LV的 属实是牛啊 好双姐不愧是运动就这样 毫无疑问的得了第一 可以选两个人一起吃冷面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选大哥大 但是他竟然选了家务男和黑皮男 我的天哪 姐姐是看着这俩流手儿童 没去天堂岛 想带他们吃点好的吗 这时候大哥大就开始酸了 啊原来他不止对我好 对别人也很照顾 好双姐说 自己如果今天选了昨天 去过天堂岛的男生 就好像是抢了别的男人一样 反正今天也不能再选大哥大了 所以就把他们俩交到一起 想增进一些了解 好双姐属实格局大了 还试图暗示家务男 对青春妹的目的性太强 让他稍微收敛点 但是家务男完全没有 该他的好意 还觉得好双姐邀请自己吃冷面 又让他错过了 和青春妹相处的时机 哎哟喂 家务男现在落的这个田地 那真是只能说明 该 没有一点怨的 这情商也太着急了 为什么总是这么盲目 且自信 家务男从好双姐那回来 就立马邀请青春妹去散步 青春妹第一句话就委婉地表达了拒绝的意思 然而家务男根本就不管这些 还一直在打直球尬聊 青春妹完全是处于礼貌的应付 妈妈呀 太尴尬了 最后两个人只能战术喝水 然后被一大许苍蝇包围 在聊天的时候 小奶狗明确表示 自己今天不会去天堂岛 因为没有看顿眼的人 而大哥大之前也许诺过 不会和豪双姐以外的人去天堂岛 但是姐妹们就等着看着两人打脸吧 然后就到了选人环节 这次是男生先选 别人都在讨论 正常讨论 在家务男的干嘛呢 他在做白日梦 天哪 他现在已经完全变成狗笑担当了吗 怎么会这么好笑 小辣椒选了和自己同关共苦 不穿衣服聊天的黑皮男 两个人成功互选 终于能去见见世面 和双姐因为想要信守大哥大的承诺 不和其他人去天堂岛 而选择了不可能选自己的家务男 最后也顺利留了下来 小富婆显然已经把游戏规则玩明白了 选择了之前就对自己表达过好感的小奶狗 小奶狗一听自己呼险成功了 那个乐的插队翅膀就能飞天了 但就是说 你还记得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吗 眼疼吗 现在最久见的就是清纯妹 他喜欢的小奶狗对他没兴趣 他对家务男也没兴趣 于是思来想去 他竟然选了大哥大 更离谱的是这俩人竟然互选成功了 啊 这又是什么妇女CB 不对劲啊 真的不对劲 当时 久我男嘉务男大哥大都选了清纯妹 结果两个完全不抱希望的人 居然碰一起了 笑死我了 嘉务男正要在地狱岛生根发芽 成为岛绕土著了吗 我会一节目组把他留下来 就是为了做饭的 因为他已经当了三天的大厨了 大哥大被刺了豪爽姐之后 开始对清纯妹开亮 吃饭了之后还主动给清纯妹抹酱料 还让对方别说敬语 谁说了就要喝酒 清纯妹问他昨天和豪爽姐聊了些什么 他竟然说 天呐 他在说什么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嘴脸啊 姐妹们 我真的无语了 很明显 这顺便身为雪霸 也不是个傻外天 喝酒都是回头避开喝的 这两人之间都没有擦出火花来 而小夫婆和小狼狗 那边就是拿着菜刀砍电线 一路火花带闪电 小奶狗全程苹果鸡肥店 完全不掩饰对小夫婆的喜欢 两个人在高手互聊 每一句话都能细细脾胃 之后还一起泡泳池 这是什么偶像剧里才会出现的画面啊 小辣椒和黑皮哥 那边就是平平淡淡的在吃饭 但是镜头一转 他们两个竟然就已经到了一起泡澡的地步了 我是缺客了吗 姐妹们 这激度条是不是拉的有点快啊 大哥大那边还直接上手 给青春妹敷上了面膜 昨天那个对豪爽姐深情表白的人 仿佛已经不是他了 这个打脸 真是教科术式的清脆响亮 但是豪爽姐也不是个傻子 她也不是白活这么多年 到了第四天早上 她决定直面自己的内心 因为她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大哥大 只是因为大哥大一直对她表达好感 她在想着要去回应她 而青春妹在回来之后 也故意把封面膜的事告诉了豪爽姐 其实也在委婉地告诉她 大哥大其实也没有那么转意 而男生那边问大哥大 心意有没有改变 她说 行吧 反正在练动里我也不指望能找到真正专情的好男人了 这时 好玩的来了 节目组宣布进入自由约会时间 男生们一听全都支愣起来了 朝着帐篷外就冲 这是什么大型苦炫 挤挤开屏现场 九卧男第一个探紧头来 叫走了小富婆 小奶狗慢了一步 就能尴尬地跟在两个人身后 对不起 我实在绷不住了 小奶狗 你现在真的好像被抛弃的狗狗啊 九卧男说 算起初了小富婆之外 没有想深入了解的对象 而小富婆直接表示了 自己跟九卧男在一起会有不存在的感觉 但是会更有趣 这俩人在这拉扯了半天 大概意思就是 九卧男喜欢小富婆的很多方面 但是希望他性格更顺从自己 而小富婆相比于小奶狗 也更喜欢九卧男这个款一点 但是也没什么珍惜 直接就是一个只动嘴不动心的态度 这俩人都想站住到位置 但是都hold不住对方 目前看来 小富婆略胜一筹 这时小奶狗竟然冲了过来 哇 修罗场也太刺激了 这俩男生怎么还没打起来 小奶狗上头之后 就完全落入了被动局面 在小富婆面前 就是一个卑微甜狗 甘愿当备胎的姿态 小富婆段位实在是太高了 对待男人永远游人有约 她说自己昨天和小奶狗 已经聊了很多了 所以现在想去多和九卧男聊一聊 唉 这话明显就是在拒绝小奶狗了呀 小奶狗还主动把他叫来了九卧男 我都怀疑他拿的是什么偶像剧苦情男二剧本 在海边看着小富婆和九卧男 乘双乘队去玩水 他强颜欢笑打招呼 这画面实在是太心色了 他大概也受不了了 然后他就跟上去了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吧 这是什么狗血大三角 豪川姐那边在和大哥大独处的时候直接表示 因为我知道你是颇佣无奈的选了其他人 而且我们也不是情侣 但是你之前说好了只和我去酒店 结果打脸了 这件事让我不太舒服 而大哥大现在也换了一副嘴脸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已经只剩下尴尬 这对CP看来是要完了 江五男还在对青春妹穷追不舍 我都觉得他实在是太有毅力了 青春妹都说了好几遍 自己困了要睡了 他还赖在人家帐篷里不走 你好歹学会看点眼色 现在也不至于一次酒店也没去过啊大哥 好双姐和小辣椒谈性的时候 说他已经看出了自己和大哥大其实并不合适 经过小辣椒军生的建议 他决定换一个目标 于是他竟然瞄中了败者失神的家务男 好双姐那叫一个干脆利落 决定了之后就直接出手 他主动提起了第一天纪委群的事 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家务男也说自己第一天其实是投了好双姐的 好双姐也投了家务男 怕他做饭很好吃 这么一看 这俩人居然好像还能有戏 我的妈呀 这话江湖男完全戒不住 开始痛苦面具扣脑壳 不过感觉他一直被拒绝 现在又被人表白 还是从豪双姐这里找到了很多安慰嘛 不管怎么样 我反正是看出来了 这个破岛的生存环境是真的很恶劣 嘉宾们都不管什么喜不喜欢了 反正都想着先搭伙吃出酒店 时间到了傍晚6点 节目组把男生都叫到了一起 原来是我们的第五位女嘉宾温柔姐已经到了 男生坐成一排 开始和温柔姐聊天 这场面怎么那么像集体交情大会 家务男率先出击 和温柔姐握手 然后又问他来之前有没有吃饭 因为女生刚好加入 还没去过天堂岛 家务男又立马接话说 自己也没去过 这个卖餐还是很到位的 温柔姐从此就对她一眼万年了 这时上妆打扮好的女生们也来了 大家讨论好菜谱之后开始做饭 是的没错 咱们地狱岛第一大厨又开始展现她的魅力了 而小奶狗和大哥大在温柔煮饭的时候 聊起了新人温柔姐 大哥大问小奶狗 这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小奶狗说是的 但是下一句又说 顺便问问姐妹们 都吃小奶狗催食性的瓜了吗 网上有人说她在首尔某夜店里当过牛郎 吓得她立马来微博发了中韩双语的辟谣声明 但是中文是用翻译器翻的 把原话直接翻译成了 我绝对不是鸭子 结果最时期不是鸭子 这个泰哥还抽上热搜挂了一天 太热死了 我真的笑不活了 吃完饭到了晚上的医疗环节 节目组还准备了酒 好家伙 这才是练动里最精彩的部分 酒后土真言的抓马修罗场终于要来了 温柔姐坐下之后 江武男眼睛手快立马给她递了个包拧 好双姐姗姗来吃 大哥大主动提出让她坐在自己旁边 提问环节小奶狗率先出击 问温柔姐喜欢什么类型 温柔姐说自己喜欢诚实表达自己感受的人 好双姐立马计划 江武男就是这种人啊 大哥大又问温柔姐 这里有人的外表符合你的喜好吗 哎呦 这问题问的 还要真说出一句没有 再多的各位不得尬死 温柔姐当然也不是这么不实抬举 回答了有 一般问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但是偏偏有人要刨根问底 一直闷声不吭的黑皮哥怒刷存在感 她问有几个 我的妈呀 这话要人家怎么解 其他人都觉得不太好 好双姐还在追问到底几个人 然而温柔姐四两拨千斤 转头开始问起江武男的理想性 就这样转移了话题 妙啊 江武男说自己喜欢善于表达自己感受或想法的人 然后就把问题抛给了小奶狗 在我们这群人里 你认定自己喜欢谁了吗 然而小奶狗的回答是 我已经结束了 我只有一名 我有一名 我有一名 有 哇 姐妹们 我读五毛 必定是小富婆之牙 但是小富婆一脸冷漠 好像在说 关我屁事啊 然后小奶狗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九欧男 九欧男毫不忧郁的说有 然后又把问题抛给了小富婆 小富婆也说有 但是没说是谁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个狗血大三角给我削得满地找头 你们都是姐姐鱼塘里的胖头鱼 一个都别想跑 我本来以为这已经是精彩的巅峰了 没想到小富婆还是技高一筹 转头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哥大 我熟诗诗笑不活了 这一波祸水东野 简直绝了 眼看大哥大开始回避问题 小富婆又给了他致命一击 小富婆牛啊 反手一句话就戳穿了大哥大的渣男本质 你心里装的可不止一个人吧 鱼疼都给你炸咯 女生推赏之后 九欧男大哥大和家欧男还留在原地 大哥大非常坦白的说 自己除了豪爽姐和青春妹其他人都没兴趣 自己本来只喜欢豪爽姐 但是和青春妹聊过之后就不由自主的被她吸引 听到这里 家欧男就立刻接话 我懂你意思 九欧男也复合说 没错没错 笑死我了 这三人什么时候又统一战线了 由于他们硬Q到了青春妹 节目组就把妆都卸了 准备睡觉的青春妹又叫了回来 青春妹出了帐篷之后 豪爽姐开始卖惨 说自己好累想回家 剩下几个女生就开始自发的安慰她 姐妹夜话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豪爽姐说 大哥大对自己和青春妹的态度都模棱两可 晚上又让自己坐在她旁边 感觉自己被她玩弄了感情 踩完一波大哥大之后 豪爽姐宣布 自己要开始攻略家务男 然后又把第一天先纸条的事拿出来说了一遍 明显就是专门说给新来的温柔姐听的 说完之后还问各位姐妹 哎呀我要不要再厚脸皮一点 表现出我喜欢家务男的感觉 温柔姐倒是不介意 没想到豪爽姐还在穷追不舍 温柔姐的情商还是在线的 立马表示自己虽然现在对家务男比较有好感 但还要观察一下其他人 这么一对比就显得豪爽姐有点下头了 青春妹满脸都写着我好困 能不能让我回帐篷去睡觉 但是节目组就非要把她留下来 和大哥大家务男尬聊 没说几句话大哥大也起扇走了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尴尬 青春妹冷得都快把自己做成一团了 还得和家务男干杯 那个眼睛疯狂往工作人员那边瞟 这时节目组终于大发此悲 喊人来救场了 青春妹看见温柔爵一来 打个招呼拔腿就跑 好笑了 九卧男主动找到了小富婆 想要确认小富婆的心意 而小富婆也顺着她的话说 自己已经确定了 但是咱就是说 九卧男你不要空完脚之后 又把手放在嘴边啊 我哥的屏幕都闻在味儿了 进了帐篷之后 九卧男坦白之前小富婆和小奶狗 去酒店的时候 自己有点嫉妒 小富婆也说自己当时其实很纠结 这个心结就算是解开了 九卧男说自己很期待之后的生活 然后两人相识一笑 她的手搭上了小富婆的肩 接着还和她握了个手 而我在乎的竟然是 你刚扣完脚洗手了没有 转眼到了第五天 咱们的九天时间已经过了一半 吃完早饭 小奶狗主动邀请小富婆去玩水 结果惨遭拒绝 小奶狗也感受到了小富婆 对自己的爱搭不理 转头和温柔姐一起去挑水了 好双姐找到了九卧男 把自己那点烦恼 又又又说了一遍 哎呀 大哥大和家务男好像都对我有意思 我应该选哪个呢 九卧男实在是不想当妇联主任 给人解决感情问题 干脆把当时人家务男叫过去了 家务男也受不了好双姐的步步紧闭 赶紧解释 那天的纸条上写的炒饭很好吃 那是真的很好吃的意思 你千万别多想 而且家务男早就看出来 好双姐拿自己当备胎了 委婉的说了一大堆 好双姐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 俩人都快吵起来了 这场面看到我都已经扣出了三十一厅 多亏节目组让他们去集合 打破了这个要命的局面 而节目组把所有人交到一起 当然是要搞大事了 因为还有其他的仙人终于要来了 这位黑场纸美女一出场就赚足了目光 不仅仅是一位美貌 还因为她和清水妹撞山了 节目组太会搞事了 新嘉宾这一上场就是火药味满满啊 这时我们期待已久的男舞巧克力58 终于来了 谁又可以了 我又可以了 而且巧克力一来 带上的好几位都变了表情 因为她和酒窝男是好朋友 和枝牙也是互相认识的网友 好家伙 我已经猜到好兄弟为女人 反目成仇的经典戏码了 修罗厂赶紧勾起来 新人可以向自己感兴趣的人 提出游艇约会邀请 黑场纸竟然选了家务男 温柔姐也说自己想选他 哇 今天这其实第一岛大厨的春天吗 由于家务男被选走了 温柔姐纠结再反选了黑皮哥 巧克力则选了小富婆之雅 哈哈哈哈 意料中的剧情果然要成真了 酒窝男一脸委屈说 自己被好兄弟抢了女人 小辣椒还在旁边安慰她 说不定是因为巧克力太怕生 才选了勉强算认识的小富婆呢 在游艇上 小富婆已经和巧克力聊起来了 巧克力问她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如何 巧克力透进她耳边小声说了一句 性感 当巧克力问姐这些人里你最喜欢谁时 她微微一笑回答 姐姐太会撩了 啥时候开个班教教我吧 而黑商质则说自己喜欢爱玩游戏的人 但是贾武男超讨厌游戏 黑商质听音乐喜欢黑怕 贾武男也完全不听 两个人完全了不到一块血 天哪 谁来救救他吧 贾武男真要在地獄岛生云发芽了 不过贾武男还是挺好的 不知道什么是段位还去和其他男生请教 然后把女生的喜好全都分享给了兄弟们 好像就在说对方笔信我已经打太清楚了 你们谁要冲就冲吧 反正她这里的导电波是对不上了呀 小富婆在巧克力来了之后 内心终于有了一点波动 直言她是跟自己喜欢的类型最接近的 而且自己也对她有好感 哦 酒窝男飞 酒窝男听说刚才小富婆晕船了 还特意跑来帐篷里把人叫出来 小富婆刚睡完午觉 起来还是懵懵的 酒窝男非常自然地帮她整理起了背后的话筒 这动作也太熟练了 我又一把子磕到了 酒窝男说自己每天都去找小富婆 就像狗狗一样 看到主人来了就会跑过去摇尾巴 这是来了竞争对手之后 就开始放下这菜撒娇了吧 转眼到了晚饭时间 一群人看见泡面都激动地要命 看把孩子给寒颤了 都没吃过少好东西 天黑之后 小奶狗又不死心地找到了小富婆 想要问清楚 那天晚上她说的那个喜欢的人是谁 但是小富婆也不好直言拒绝 只能疯狂暗示 哎 小奶狗属实实没啥可能性了 你还是赶紧转头去找别人吧 好双姐在家屋男那里碰了鼻之后 又来和大哥大一起散步培养感情 咱就是说没必要啊 数十没必要 你边走边找话题尬量的样子 真的很狼狈 然后又到了新人投票环节 温柔姐和黑长只都选了家屋男 而巧克力也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小富婆之雅 镜头一切就到了第六天 导演组不知道在想什么 让这四个男人躺在沙滩上躺一排 怎么那么像那事儿咸鱼干儿啊 救大命 最好笑的是镜头一转竟然还来了个闲鱼翻身 青水妹和小富婆聊天的时候表示 自己经过这几次相处下来 觉得大哥大很有意思 但是又怕自己做了豪爽姐的小三 这个时节目组又把所有人都叫出来 让男生进一坑里比赛 一起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姐妹们赶紧直冷起来看男人了 这次只有前三名的男人才能去天堂岛约会 一声哨响第一回合正式开始 大家原本还在讲客气 不好意思第一个出手 九卧男直接朝着小内狗军冲上去了 呜 轻挤相间分外眼红 但是就在这时 巧克力突然把九卧男蓝腰抱起 一把摔出了你坑 我的妈 这修罗长可太刺激了 这就是传说中一起健身的好兄弟嘛 九卧男第一个被淘汰 我的人都快消没了 紧接着第二回合 大家都不愿而同的放低了底盘 然后一拥而上 试图把站里最高的巧克力给扔出去 但是他们四打一 竟然失败了 巧克力背后都被他们给整红了 这战况也太激烈了 小奶狗还想主动发起攻击 加五男一个蛮牛冲撞 趁其不备把人顶出你坑 经过一番激烈的肉搏 巧克力又把黑皮革扔了出去 这战斗力简直是绝了 天哪 这种画面真的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最后果然还是战里天花板巧克力 获得了胜利 我的天哪 这美的男人很难不心动吧 而且我们的地狱岛原住民 加五男获得了第二名 他终于可以去看看酒店 长啥样子了 太不容易了 姐妹们 我都要为他抹眼泪了 女生这边都被巧克力征服了 好双姐提出让姐妹们轮流去和巧克力接触一下 小辣椒也赶紧复合 小夫婆表示可以把机会让给新来的人 黑长直就率先出击 把巧克力单独叫了出来 巧克力记得她是选了加五男去约会 黑长直还在组织语言试图解释 而就在此时 加五男和温柔姐从他们身后缓缓跳过 黑长直的表情管理都要失控了 笑死我了 这姐完全是被偷家了呀 好一招雕虎离山呀 加五男和温柔姐聊得有来有回 粉红泡泡扑了满屏 但是此时 黑长直她竟然追过来了 不是吧 不是吧 怎么这么抓满呀 我笑不活了 你们三个坐在一块真的不觉得尴尬吗 加五男一下翻身做主人 成了巧手货 还有点受宠若惊 里边小辣椒已经接上了黑长直的班 和巧克力聊了起来 当时巧克力喜欢笑起来好看的女生 小辣椒立马就明白了 你这聊得也太刻意了 姐姐 赶紧去小富婆那报个课吧 然后两个人发现 对方都很喜欢水上运动 立马就接了个掌 两人不知道咋回事就聊成了哥们 这时青春妹还奉了豪爽姐之命来提醒她 时间到了 该换人了 把巧克力都给整无语了 你们这是把人家当餐馆景点了吗 要不要再加个钟 再捞五毛钱呢 非常不幸的是 轮了一圈 好不容易才轮到了提出这个建议的豪爽姐 结果还没说几句话 咱们就不将去集合了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哎呀 到了选人去酒店的时候 巧克力还是选择了小富婆之雅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大家的表情都太精彩了 最近各位去原片里细皮啊 然后就轮到了家务男 他会选择黑长直 还是温柔姐呢 大家都很期待他的选择 他自己也说要珍惜这一次来之不易的 可能是唯一一次的上到机会 所以他选择了 咱就是整一个大震惊的状态 谁能想到他能如此不忘初心 青春妹的第一反应是 我们好久没讲话了 你怎么会选我 而家务男表示 我就是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走 而被这个选择上头了心的是谁呢 当然是上一集 就因为被温柔姐头家 直接追上去的黑长直 他对家务男的是一片痴心 春春的一个不撞男强迫回头的架势 其他姐妹还在说 家务男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 对青春没示好啦 黑长直还是一脸不理解 不过这位姐也是把坚持不懈观察到底 哪怕家务男都表示的这么明显了 他说自己还是会勇往直前 唉 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拿了前几期 家务男的痴情剧本 飞机走的时候 其他人都在和飞机再见 只有黑长直低头沉迷做饭 你走后我就成了你 恭喜地狱岛第二任大厨成功诞生 大哥他回到最初的起点 选择了豪爽姐 这雅子还是个巧克力 第一次坐飞机的家务男 那就一个兴奋 在地狱岛上都给人观察了 孩子太不容易了 终于能开开眼见一次吃日面 一进酒店就开始各种感叹 哇 这里好舞大 哇 还有泳池 哇 我今天睡不着了 这位哥这是DNA里自带 搞笑记忆 怎么一举一动都这么好笑 因为怕冰淇淋融化 青春妹准备把手都递过去 结果家务男以为是在喂自己 直接拿嘴尖了 这弄的青春妹多不好意思 之后吃东西时 家务男随手还帮他擦了嘴角 也是非常贴心了呀 都到了最后一期了 我们终于知道家务男的年龄和职业了 也太不容易了 他果然是饭店老板 难怪这么会做饭 地狱岛第一厨子哥的名号 非你莫属 青春妹因为家务男的痴情 对他有所改观 问他为什么把明信片 写给豪双姐之后 又改变了新意 家务男却说 是因为自己很喜欢粉红色 而青春妹随口夸了他一句 衣服颜色很好看 所以他就心动了 啊 偷朴是无华的理由 不过这几集看下来 确实觉得家务男还蛮真诚的 青春妹也因此敞开心扉 说了很多心里话 两个人总算是 擦出了一点点暧昧的小火花 豪双姐和大哥大 每一开二度来到天堂岛 两人之间的情分明显更加尴尬 豪双姐那是完全不会都懂空气 在大哥大为自己吃完牛排之后 直接说 其实我和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感觉有很大的隔阂 大哥大都愣了 问他 那你为什么第二天不说 豪双姐说 那是因为隔天 牛和别人来天堂岛了 我没办法说呀 大哥大听得脑门子直冒汗 大姐 你这话我没法接呀 于是只能说 但是豪双姐并没有停止 他的抱怨式行事问罪 当我留在地狱岛 你和别的女生来享福的时候 有想过我吗 大哥只好说想过 豪双姐还要追问 想了什么呢 豪双姐在这边 你觉得什么呢 你才对 想到什么呢 你迟不在导演吗 你挺烦的吗 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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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来看看智雅小夫婆和巧克力这对吧 别的不说 这两个人坐在一起就是两个字 养你眼 巧克力还是很在意自己抢了好兄弟的女人 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感觉比较重要 这时小夫婆就开始发问了 笔记记起来了 这个脑电波不就对上了吗 巧克力觉得如果朋友不能够理解自己的话 那也算不上是朋友了 然后他又提到自己和喜欢的人一起喝酒会醉得很快 只要小夫婆第一反应就是问他 那你现在醉了吗 什么是高手过招啊 姐姐真是太会了 然后节目组就像是迫不及待 想要给观众们发点工业糖精 本正不把巧克力和小夫婆这么好看的身材秀一秀 就浪费了的精神 把他们安排到了浴缸里做水疗 哇 这个浴缸也太小了吧 帅哥美女一起天天泡澡的镜头 真的是我免费可以看到吗 巧克力还一直在关心小夫婆 给他挑水温 真的是太酥太暖了 不过小夫婆在和巧克力一起泡澡的时候 竟然难得他表现出了紧张 这可不像你了呀姐姐 这边这队都已经快进入成人话题了 家务男的对子干什么呢 他们在露天喂蚊子 家务男还说 现在他没有药可以给青春卫图 顶多只能把他在每个蚊子包上掐个十字 笑死我了 这就是高铁智男的思维吗 你能不能减点好话说呀 不过在两人的对话里 家务男也说 自己已经偷偷问清楚了青春妹所有的喜好 不管青春妹有没有感动 反正我是感动了 世界上最美好的画面 难道不就是我在刷榜你的笑吗 这个节目就好像每个人都要完成下水指标一样 大哥大和豪爽姐两人也泡上了岛 他们这个池子这么大 豪爽姐偏偏要贴着大哥大 洗完澡之后去做按摩 豪爽姐就开始问那些尴尬问题 哎呦喂 亏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这天都被你了死八百回了 我本来以为他们这一段尴尬别问就已经是巅峰了 没想到豪爽姐还能跌破我的眼睛 她竟然主动邀请大哥大同床共枕 姐姐你们这是在录节目啊 你清醒一点 观察嘉宾都被他吓到了 我的个天哪 接下来的内容这还能播吗 我确定是在看烈东 不是什么深夜十八金钟一把 他们俩竟然就这么睡到一起去了 女主持人问的好呀 要不是摄像头一直录着他们俩 就不知道会发生点啥了吧 镜头一转终于到了第七天早上 求过难说自己一晚上没睡 说这话的时候好委屈 怎么会有这么可怜的大哥哥啊 而地狱岛上的伤心人可不止他一个 还有我们的黑伤纸呢 这时我们的天堂岛住民们终于回来了 巧克力进来的时候就无难一声不吭 加无难进来的时候他就鼓掌欢迎 这对比真是太明显了 一看就是记忆很上了呀 小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哈哈哈哈 好双姐一会帐篷就开始炫耀 自己和大哥大是第一队去了两次天堂道的情侣 而大哥大那边也告诉了兄弟们 我和好双姐一起睡了 兄弟们那个表情一个个都是惊呆了 好想再说 你这也要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吗 青春妹和小辣椒边化妆边聊 加无难和自己的心路历程 坐在桌子对面的黑伤纸全成臭脸 听到一半实在听不下去了 转头走人 到了下午三点 节目组又把所有人都交到了海边 这次是女生比赛前三名来挑男生上到约会 但是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开始搞事 男生们随机抽签和女生分组 黑皮哥和小富婆 加无难和温柔姐 巧克力和豪爽姐 小奶狗和小辣椒 大哥大和清纯妹 酒窝难和黑伤纸 整个就是一个CP大乱盾 我看看是哪个杂事党又在狂喜了 游戏规则 女生被男生背着抢帽子 姐妹们为了去天堂倒过好日子都劈了 节目独属实是把游戏玩明白了 还特意把青春妹黑伤纸分成对手 两个美女在上面打得激烈 我忍不住一直在看酒窝难 那个吃瓜的小眼神 最后青春妹还是凭借自己的身高手上 抢到了帽子夺得胜利 一场三人乱斗之后 决出了一二三名 依次是温柔姐 青春妹 豪爽姐 我属实是没想到 豪爽姐青春妹 一棒相争两败俱伤 温柔姐在旁边 啥事没干 竟然拿了个第一 加无难刚躺下准备歇会儿 黑伤纸就来了 她竟然还没有放弃 两个人坐在一起 只剩下尴尬 黑伤纸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之后 加无难的颗坚定的心 还是没有丝毫动摇 而小富婆听说 九无难因为自己 拿手了一一碗没睡 也对九无难说 自己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 因为自己也很想她 嗯 这个走向 我怎么有点看不懂了 这时 小奶狗和温柔姐坐到了一起 她说 自己从来没赢过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点点残 那个眼神 显然就是看破红尘 大车大雾了 温柔姐最后选人 也是选的小奶狗 哇 新的CP只出现了吗 而青春没选的是 加无难 这就是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嘛 姐妹们 我又想割了怎么办 好双姐那边 当然是毫无选念 所以她选的就是 巧克力 啊 我四十米的大刀都抽出来了 然后她又来了一句 我服了 我真服了你了姐姐 不要再玩弄 我这个脆弱的小心脏了 到了天堂堂 小奶狗认真干饭 非常感谢温柔姐愿意带自己吃香喝辣 好双姐和大哥大那边已经说起了土味情话 大哥大甚至邀请她来摸摸自己的胸毛 救命啊 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糖发的很好 下次不要发了 谢谢 他们俩之恶还没完呢 接下来又开始了脚底按摩和全身精油SPA 姐妹们 我是没眼看了 Oh my god 这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啊 家务男和青水妹那边 完全就是纯纯校园青色的初恋感 他们两个真是太甜了 青水妹说着说着都哭了 家务男赶紧上前去擦眼泪 这还不磕 我都磕拉了呀 留在地狱岛的巧克力对小夫婆说 自己如果早一点来就好了 小夫婆也这么认为 但是她觉得自己和巧克力一起去天堂岛会感到不自在 哪怕她的外形是自己喜欢的也不太行 而巧克力则提出想和小夫婆待久一点 终于到了在地狱岛上待的最后一个夜晚 大家又坐在一起喝酒开会 这次大家都坦白了自己的职业 看来也是想给梅去天堂岛的这几位一个介绍自己的机会 而小夫婆又该是狗事了 她问很少知 如果你一开始就来了会怎么样呢 好双姐追问 如果你一开始就来 也会喜欢家务男吗 看看这话问的 青水妹撑着下巴看戏 配偿直说还是会喜欢她 吓得家务男赶紧看下青水妹表明心意 然后黑长汁还要倍加一刀 问如果自己一开始就来了 你会怎么样呢 家务男被问得满脸痛红 这话说的就很诚实 但是一旁吃瓜的小奶狗都听她感到尴尬了 终于等到最后要分别的时刻 最后要亲手成功才能力道 女生都站在不同地方 等着男生去配对 节目组真是缺了大德了 故意让黑长汁站在半山腰 青春妹站在山顶 家务男要找青春妹 就必须路过黑长汁 太损了呀 怎么能这么损 完全就是在人家心上又扎了一刀 你这是在搞非常勿扰握手灭灯吗 黑长汁那个心都快被砸穿了吧 黑皮哥选择了小辣椒 这对基本没杀净土的低脚CP 一牵手成功 大哥大和好双减也没有血涅 舅沃南义无反顾的走向了质涯 他真的好专一 从节目开始到结束从来没有变过心 然后巧克力也来了 舅沃南还问你是来选我的吗 嗯不对劲的CP这是又增加了吗 这个修罗场世界名画我以为已经够专门了 没想到小奶狗他竟然还没死心 当看到他也走了过来的那一刻 我真的蹦不住了 怎么会这么好笑啊 这个狗血大四脚 真是笑死我了 你们真的不觉得小富婆的身边太过拥挤了吗 他们三个男人站在一起 真的好像哈士奇 德木和泰迪呀 对不起我真的忍不住要搞狗宿了 小富婆和他的三只狗狗 知识感也太强了 小富婆瞬间成了地狱岛虎的店 三种口味的帅哥愿意挑选 谁不想来一次这种史诗级体验呢 三大帅哥排排站一次表白之后 最后他到底会选谁呢 我都没带过来的 不,没事 你小心 我也想起来这么想 我会在这边见 你去找个小鸭子 女王姐姐和他的中拳 打狗狗牵手成功了 我在屏幕前竟然激动的自我而乱叫 这个结局还真是意料之外 但是有点合理呀 他们两个看上去真的很配呀 总而言之 这一期的单身集地狱到这里 就落下帷幕迎来完结了 感谢姐妹们的一路陪伴和追购 我其实还解说了欧美版的这个节目 叫做欲罢不能 尺度比这要大得多哦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别忘了关注我 姐妹们下期再见